今天是星期二 我是JK 感谢大家收看GoMax 每一日财经快讯 那么昨天到现在呢 因为昨天晚上是美国时间收盘 过节去了 所以呢美国市场并没有太出色的表现 那么澳洲市场呢 今天开盘之后呢 前的时间上涨幅度较大的一些科技类股票 像Zip Z1P 今天是冲到了14块钱以上 那么之前我们提到过的 APS的股价呢 也是上冲到24块5 上涨幅度超过5% 汇率方面呢 澳元兑人币在4.988附近上下震荡 美元指数呢 依旧是在90.3上下浮动 并没有继续跌破90 那么英镑呢 也是创出了短期的新高 比特币的价格呢 在48000上下浮动 最近两天的价格走势呢 并不是特别明显啊 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市场并没有开盘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主要谈论的问题呢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呢 有人说很多产品或者是资产价格呢 是在通胀的 但是呢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我们受到的 接触到的一些信息呢 却是通缩的啊 就是通缩和通胀两个观点 到底是怎样碰撞的呢 那么目前在我看来呢 我们普通人所能接触到的一些领域呢 大部分的商品价格或者是产品资产价格 都是通缩的啊 就是说价格并没有上涨 那么政府印的钱到底去哪里了呢 还是在有产阶级 或者说之前已经是有一定壁垒的富人阶层 他们所享受到的财富效应更加明显 像马斯克 特斯拉汽车呢 股价涨了10倍20倍 那么个人财富或者是他的家族财富呢 也是同样同比上涨了10到20倍 同样呢 特斯拉说一句话 发一个帖子 说是要买入比特币了 那么比特币的价格也是一路飙升 那么持有这些金融产品的股东或者投资者 就享受到了既有的利益 对于我们来讲 如果我们并没有上车 那我们跟他们的财富呢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面就被拉开了10倍的差距 那么在此前 他们投资的金额假设是1000万 上涨了一倍 是变成2000万 我们的投资金额呢 是10万 上涨了20%变成2万 所以说在这半年的差距呢 并不仅仅是一倍和20%10的差距 而是1000万和2万的差距 就是说在未来呢 我们普通人如果想要进行阶层的跳跃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 因为我们自己来看一下 在1800年到1900年 每一次的时间节点上 都会产生新的技术革命 但是这些技术革命呢 和我们普通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在1800年 大家想象一下 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想要去挖矿 或者去想去修铁路 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 因为这些呢 都是垄断阶层才能做到的事情 那么在1900年 如果那个时候大家想买一辆电动车 或者是想要开车 或者是甚至要当老板去从事汽车制造业 基本上对普通人来讲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2000年呢 如果是那个时候我们父辈母辈 或者是70后60后们 那个时候呢 大家如果是想要从事互联网行业 也不太可能 因为超出了我们的认知 那么同样在今天 2020之后呢 在2021年新年到来 那我们看到的世界的变化呢 将是大部分的资源 像生物 医药 新能源领域 互联网和区块链 以及呢 AI技术的遗言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所掌握的知识 和我们过去10年 20年受到了教育水平 并不能够足以支撑 我们在未来10到20年 享受到社会的科技福利 所以说呢 整个未来的科技生产力的进步呢 跟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我们反而是作为了消费者 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通过我们的支出 家庭财务的支出 去为社会做福利去了 但是并没有享受到社会的财富 那么在今天呢 在资本市场 发展比较完善的今天呢 社会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 跟1800年 1900年 我们想去参与到 当时的铁路建设 石油建设 想跟这个摩根家族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美国大家族一样 同样参与到 享受到整个时代的红帝中去 那个时候是没有机会 当然现在 一些优质的上市公司 他们所手里拥有的一些资源 甚至是股票 可以出让给普通人 让我们享受到了 一个时代的红利 就是说在未来呢 我们投资的决策 跟过去呢 是不太一样的 过去呢 10年也好 20年也好 我们是能够根据自己的认知 和所有的经验 过去的 这个经历 来做出一定程度上的判断 辅助我们做投资 但是对未来的投资呢 我们的认知呢 是不够的 我们不可能去 现在去学生物技术 不可能现在去学 代码 Python 编程 这些不太现实 那我们只能寄希望于 投资最优秀的一批人 和最优秀的一批公司 让他们能够 能够帮助我们 在未来的几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享受到社会的财富 那么社会财富 究竟值不值得 我们去投呢 我的回答是 肯定值得 因为在过去呢 1980年 我们刚来很多 这个70后 60后 50后 刚来澳洲的时候 那个时候 大家在做什么呢 只是做一个小生意 或者是打工 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的钱呢 可能一个月工资 只有几百几千人民币 但是澳洲呢 已经是一个小时 十几块澳币的工资了 而人民币汇率 对澳币当时呢 也是在六七八上下浮动 所以说大家觉得 过得很开心 那么赚的钱呢 把钱存在银行里 每年也能享受到15% 20% 甚至高达234%的 每年23%的 最高的一个年化的分红 或者是银行存款利息的回报 那么在1990年之后呢 自从澳洲开始融入 全球经济贸易 并且呢 把国家战略放到中亚 或者是中国大陆 进行商业上的合作 贸易上的合作 那么此后呢 随着2000年之后 澳洲的银行存款利率 开始快速下降 那么大家呢 就开始转为 投资房地产市场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在像过去的10年 20年时间里面 一样把钱放到银行里 那么就放弃了 后面的整个社会 创造出来的财富 为社会财力 在房地产上面的增速 我们就错过了 所以说呢 每一个时代呢 每隔20年 我们都要转变自己 主要的投资策略和方向 那么在未来 如果是大家觉得 房地产是我认之内的 觉得很安全 那么科技类的股票 或者是生物 制药 区块链 这种新技术 对我来说太陌生了 那有一个金融上的小方法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杠领法则 90%资产的投资在 我们熟悉的风险较低的领域 那么10%呢 投资在风险较高 但是潜在收益 是代表未来社会 整个社会红利的一个领域 而中间的部分呢 像我们所说的 像澳洲很多 涨涨不上去 跌跌下来 那么整个行业呢 是缓慢下行的 这样的公司呢 包括能源类的公司 我是坚决不碰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于我们 在过去半年时间看到的 整个社会的估值呢 都在集中的 像AI 像区块链 像生物医疗技术 这些上市公司靠起 所以如果我们在未来 想拿10%的资金 去博得100% 甚至5-600%的回报 超额回报 那么必须要关注 这一类的公司 那么如果我们大家呢 并不能够通过 自己的英文能力 去获得这些公司的 上市财报 或者是做调研 或者做这个报告 分析对比 那么欢迎大家 联系我们GoMesson 我们有最专业的 中文团队 帮大家在市场上 英文的市场 中国 澳洲 美国 香港等股市呢 获得最新的一手信息 然后帮大家做分析和整理 那么此前呢 前几天 我们也是刚刚对 股票APS进行了分析 那么也给出了 短暂是可以买入 那么在财报之前呢 我们看到了 今天的股价 也是上涨超过了5% 那么这种股票 为什么能买呢 第一呢 它的市场占有率 是比较稳定的 第二呢 它的科技壁垒 在短期内呢 没有办法受到 金融对手的冲击 第三呢 它的下跌空间 是比较有限的 因为止损 是比较容易设置的 一旦一个商品价格 或者是资产价格 它的底部是确定的 或者是风险较低 那我们就可以大胆买入 因为我们止损小 止盈就比较大 这样的盈亏比 能够让我们在资本市场上 获利颇丰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想要获得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视频下方的 联系方式 可以通过电话和微信 以及邮箱和购买室 同时取得联系 再次感谢大家